你这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提案 我知道是你的提案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会通过 没想过通过 你骗鬼呢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齐花三部的聚餐习惯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我本来是打算自杀式提案 然后再调回广告部的 等会儿 你说谁提案自杀式呢 你这是得了便宜还卖官 你知道吗 大自私 你是不是客户 行了 你别嚷嚷了 行吗 我们这儿去找余部长 把我们的诉求 还有情况都说不定 不必了 你们两个嚷嚷那么大声音 很明确了 李天然 从录职时间来看 该升一升了 范思思来我们 计划三部时间很短 但是你的主要业务兴趣 广告吧 所以确实 我有考虑不住的地儿 来我办公室 来 咱们做点人事变动 来 范组长 之前啊 你是从广告部 调到计划三部 所以应该对广告业务更熟悉 更有兴趣 也更有热情 对 我特别热爱广告业务 所以我们部门决定啊 你以后仍然负责广告业务 太好了 那有什么时候要去 没必要那么麻烦 你以后在企划三部 负责从广告部对接 一箭双雕 一石二鸟 一举两得 细拍两三 什么 谢谢你 李天然 这都能睡着 李天然 天然 你以前的情况 我也有考虑不周到的地方 所以你有点情绪 我也能理解 为了部门的效率和团结 从今天开始 李天然同志 不再担任吉娃娃的副组长 一部长 这样不好吧 显得我谋权成为 我要是当组长了 那吉哥怎么办 而是成为范思思的副组长 这样你们就没有竞争关系了 彻底团结了 他居然成了我的副组长 我本来计划得好好的 全让他给搅和了 这边好像有点大病 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抢我的组长 还抢我的提案 我一想到我以后 要给他干活我就恶心 我就是不想让领导重视 我怎么了 我就想让领导重视重视 怎么了 你不客气 李天然 蓝色丝 早啊 天然 早啊 天然 范小姐 我希望在职场上 我们还是保持专业一点 我不太习惯 在公司别人叫我天然 早啊 天然 早啊 天然 早啊 副组长 早啊 吴科长 早啊 吉组长 早 范重长 早 早啊 李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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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丝 你不上来吗 快点啊 李副组长 算了 满了 你们先上 这儿还有位置呢 李副组长 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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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上班 那我们先上去吧 天然 嗯 那再见啊 李副组长 蓝色丝 8 天然 迟到了 绝对没有 我准时到的楼下 我只是没有赶上那班电梯 我认为凡事呢 要从自身找问题 不要总是找理由 你看人家范组长 从来都不会找借口 去 早啊 李副组长 来咖啡 小白 你不觉得 四个字很拗口吗 要不咱还是改回 三个字比较顺口一点 怎么样 我懂了 副组长 你的咖啡 没事了 范组长 你的咖啡 谢谢 可惜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